來,我們剛才介紹這個Line Camera 來,我再講一次 像我們這個地方 照相機點進去之後 基本上你可以直接拍照 你可以直接拍照 拍完照之後再來做效果 但是呢,你也可以先把效果先設好 來,我們看一下 你的效果要先 各位先記住 這是我們拍照的畫面 是有這些東西,對不對 剛才我的動作是先拍照 之後再進到效果裡面去設定 比如說我再做一次 我拍照之後 拍了一張 你看,接下來底下的設定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我再去挑效果 但是呢,我說 我也可以在還沒拍之前 這邊,這個像魔術棒一樣 點一下 我直接切到FX 就是效果 那像剛才呢,比如說我這邊就可以直接調 我要什麼效果 而且就 它馬上就直接可以呈現 像比如說這輪廓 像剛才有的,呈現輪廓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啊 我現在看到的結果就變這樣子 有沒有 喔,就可以去試 比如說我現在要這樣的結果 對 然後我就直接拍 就是 我就 可以看到我現在 我拍出來之後的結果 就是什麼樣的結果 喔,這就很方便 但是 拍完了之後 一樣還可以再去修改 FX效果 然後呢,我說這個是 就是 這個框的部分 來,我先 我先 我拍一個比較 對不起,我現在直接還是用正常的來拍 那當然這邊我要把它調 推回來 通常最原始的就是第一個原圖 好,比如說呢 我現在拍了一張 剛才我們說拍完了之後 我可以去做一些效果 效果其實有機會各位再去試 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換不同的感覺而已 然後這個框 框這個地方 剛才我們就說 框它怎麼 剛才看到的是有那個 那個什麼 購物車的感覺 其實它是從這裡切 你看 這左邊可以切 有沒有,這裡是購物車 開始的 就是要花錢買的 這個是從 不用花錢買預設有的框 再來 這是比較有特殊的 邊框的 好,然後再下來 欸,這邊還有這樣子的 你看 今天你可以是 要哪一種 比如說你今天隨便 我選一個這樣子 輕輕的 然後呢套用 好,你這邊等一下喔 你看它就這樣子 它就會變這樣子 或者是 欸,這是我覺得不好 我要換一個 欸,馬上就可以換 好,那 那 除了這幾個之外呢 我先還原成原來的 好了 還是用這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它框有一些 基本的框 當然你可以換 這些東西 OK 然後呢 剛才我們講 像比如說這裡 有一個星星的符號 很多人直接是用這個貼圖去貼 貼圖 貼圖,直接貼星星也可以 有沒有 貼圖 這裡貼這種圖也可以 這裡還可以有箭頭 可以再過來 貼假畫 貼眼鏡 也可以 貼頭髮,你看 如果今天有 我今天我試戴一個頭髮 好,對不起 我拿我自己來做示範好了 好不好 我抽 對對對 比如說呢 今天 你看如果我要拍我自己 就上面這個地方 轉向一下 轉向一下 對 比如說我現在自拍 像我裡面 我白頭髮很多 我想要換 我想要換比較 那個 那個什麼 比較偶像劇的那種頭髮 好,比如說我就這樣子 然後我先拍一下 好 拍好之後 我再用這個 星星的裡面 的貼圖 好,貼圖呢 我就找這上面 這裡 拉過來 好,比如說我希望戴個眼鏡 好了 也可以 但是戴眼鏡 同時這邊也可以用頭髮 比如說呢 好,我希望是這個頭髮 好了 好 那首先 第一個要先下載 好,髮型有很多 好,免費下載 你可以先下載一個髮型 下載所有的髮型 好 好 髮型下載完 好 這時候我就可以 看我要選擇哪一種髮型 比如說我就選擇這個髮型 好 這時候呢 這要怎麼用 你就把它 拉 拉大一點 再拉大 再過來一點 好 拉大一點 好 OK 好 就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 假設我就說我很想再加眼鏡 一樣 再貼圖再按一次 然後呢 這時候 就是一樣是剛才 原本是找到這裡 眼鏡的地方 好,找一副眼鏡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拉大 調整 好,拉過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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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做一些這樣的感覺 然後做好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那這張圖就會儲存起來 那當然如果你說 後來我覺得這個髮型不好 我想要刪除怎麼辦呢 那沒關係 你只要去點這個頭髮 點一下 等一下 有時候不小心點了之後 它又跑出來 你就刪除 OK 然後呢 現在呢 那個什麼 我可以去點一下上面的 來,你看 點 S 我看一下 它 有時候你最好是 點到 可能是 點 點一下其他地方 好 再去點 你只要不要弄那個貼圖 好,你看有沒有 它這樣按住 它就可以把頭髮的臨時剃掉 你現在選到了之後 按刪除 可以 頭髮就可以單獨刪除 只有墨鏡 OK 所以你今天 你可以嘗試一下 我在 等一下 重來一次 比如說我再按貼圖 我一樣再加一個髮型 我一樣再加一個髮型 好了 好吧 應觀眾要求啊 我換一下好了 然後我把它放大一點 所以 所以 所以說實在 我可能就 當不成 當不成偶像 所以怎麼擺 怎麼不好看 OK 好 現在就是說 你先在旁邊點掉之後 這個眼鏡 按久一點 按久一點 就可以選到它 然後 再按刪除 有沒有 OK 這樣子感覺好像 哈利波特裡面那個 那個 什麼熔恩還是什麼 好 再來 再按貼圖 然後換眼鏡 這種彩色的喔 這個 這個 這個喔 好 好 那一樣 就把它拉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你們就自己調 你們覺得 OK的 然後 假設確定 OK了 你要這個你就按儲存 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 做這種東西是 可以增添一點 效果一些樂趣 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然後呢 這邊我要再介紹一個東西 我先跳掉 我重新拍一張 好 比如說我在這裡拍了一張 好 拍了一張之後呢 像這個星星還有一個效果 來看一下 這裡有個叫裁切 裁切是什麼 來給各位看喔 裁切的話 我可以去我的圖庫找一張 當然也可以自己再重拍也可以 但是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去我的圖庫找一張 比如說呢 我隨便找一張 有大家出去玩的照片 然後呢 我就我要選擇這一張 選擇之後呢 我可以 這邊可以選一個不同的形狀 好 好 我選擇 適當的 你看到我選擇好了之後呢 鑽石 鑽石 都可以 好 它就這樣子 其實差不多啦 就看你自己 假設呢 你選好了它 就要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下一步 好 下一步它是這樣子 那跟剛才有什麼差別 來再來 你看喔 完成 你看完成它就 跟我的剛才拍的馬上又可以 可以 那個結合在一起 甚至我可以 也可以 稍微做個偏責 轉彎 喔 你先裁切另外一張照片 對 就裁切另外一個照片 進來 卡進來 喔 可以嗎 對對對 齁 所以就是說你可以 那個什麼 你如果你有一個景當筆 然後另外 你可以再裁切一個圖片過來 嘿 它有不同的效果 OK 所以圖中圖這種部分 你就要靠 新號裡面的裁切去做 OK 好 那當然 還可以是裁切另外一張照片 擺在你現在裁的地方 對對對對對 好 所以呢 其他的有興趣 都可以試試看 那像這個手繪的 手繪的基本上就是 你想要有這種筆刷文字的 比如說你今天要用這個 那這時候可以在這裡 用筆的粗細 可以選一個 假設選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寫 弄手寫 OK 好 當然如果你不要 你可以用回山 回上一步 或刪除全部 好 刪除 把剛才的 筆畫寫的東西給刪除掉 OK 好這是筆畫 那文字呢 文字的話就是你今天 你可以用文字 然後你可以先把字打好 好 好這是比如說色大 色大上課 好 打好之後 下一步 接下來呢 你可以選你要哪一種字體 對 字型字體 好 然後呢 選好之後還可以選顏色 比如說 好 好 拉下來 可以轉個彎 好 等等的 好 然後呢 這是粗細 有沒有 比較粗 比較細 OK 好 那當然還有一個輪廓的 你今天可以加一個輪廓 好 字外圍 有沒有 有一個輪廓 假設你這個要了 好 你就打鼓鼓 好 字就好了 就在這裡 好 那別忘記 如果你今天哪一個要刪除 你只要按久一點 就選到了 直接按刪除 像剛才這個也是可以 按久一點 選到了 刪除 或者是選到了還可以移動 好 然後也可以刪除 OK 好 這個選到了 刪除 好 所以這個東西 你可以任意調整 調整完之後 如果你覺得真的都OK了 你可以按儲存 按儲存 儲存了之後 它就等於說 你又做好一張照 一張照片 的效果 已經在你當中了 比如說 好 我現在我舉個例子 我再做 我簡單的在做那個效果 就像剛才做那個 裁切的好了 好 我選這一個 有一個 拍了餐盤的感覺 好 比如說呢 我這時候用的是 好 輕輕 好 然後下一步 好 然後完成 然後放到這裡 好 假設了 好 弄好了之後 假設我要了 儲存 儲存完畢 這時候 今天 我也可以傳送給別人 傳送至LINE 然後呢 傳到哪裡去呢 他居然還要認證 同意了 按一下同意 好 傳送至LINE 傳給誰呢 假設我要傳到中山社大這裡 就按傳送 好 等一下喔 他在傳送當中 好 傳送成功 各位就可以看到 所以 各位在這個LINE當中 看到 看到這張圖之後 看到這張圖之後 你當然你可以點起來 就可以把那個 點起來看 觀看它了 好 我點到LINE 的 表面 像比如說 今天喔 你看到這個 這時候你就可以點 我其實在這個地方 好 你點它 它就可以放大 然後下載 你看 有沒有就是剛才那張圖 有那個餐飲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 你要轉傳給 分享給別人 就按這個 要再做效果 就是用這個 如果你還要再加效果 就可以用這個東西去做 OK 來各位可以先試一下 簡單的試一下 謝謝 謝謝